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志帝在位十三年后 应斩上天花而驾高 慈禧 这个年轻丧偶中年丧子的女子 命运也如同过山车一般曲折 慈禧虽然作为晚清的掌权人 一手操控着光绪 手揽大权 但其实她的日子还是过得挺单调的 虽说极有满身权力 作为清朝至高无上的统治者 她却无法过上正常的两人生活 那么她又是怎样度过余生的呢 在民间有这样的一种说法 慈禧曾经得了一个太医们都不敢治的病 因为有喜 但是太医们没有人敢直言 只能够用身体虚弱来原化 却被民间的一个神医开的药给治好了 这个说法似乎成了宫廷里 心照不宣的秘密了 但其实慈禧的深宫生活远远不止这些 据历史的记载 慈禧的生活还是丰富的 虽说没有先锋皇帝的宠幸 但是慈禧也能够自得其乐 历史上有这样的记载 慈禧在二十六岁手画之后便开始学会画 慈禧所画的兰花更是精品 不止如此 慈禧还念了一首的好字 谁也不会想到 晚清极大权于一身的慈禧 还有这般手艺 据说在民间还流传有慈禧的亲笔字画 当然晚清时候的慈禧便是靠写写画画来度过自己的身工生活的 虽说在清朝晚期的时候慈禧手握大权 垂帘听证 光绪没有一点人权可言 但是慈禧的生活可不只是这般单调 他空余的时间便会练习说法和写字 这样的慈禧虽 虽愚昧无知 遭到众人的唾弃 但对比来说 后宫中能有这般才艺的 恐怕没有几个人了吧 慈禧也算得上一代才女了 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若有侵权 请联系删除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